嗨 听说莎西也开了一家很好吃的月铺奶粉 那我们先去看看吧 我们做个烤鸡奶出来 我们采用那个姜 全部都用小碗姜 先炸一些姜油出来 跟着再放鸡下去 放鸡下去 我们的鸡全部都有要求的 全部都是180天的 那些牛鸡 全部都有鸡蛋 还有够时间我们才会用的 那些上汤 我们已经用猪骨炒了两个半钟 三个钟出来的 接着放下去 去炸鸡肉 这样出来 才会有灵魂的感觉 我们的牛腩 这个鸡蛋呢 这个制作呢 因为是很严格的 有这个崩砂 有坑腩 最重要有这个板筋 一板筋直下去呢 给人的感觉呢 是软 挪滑 还有这个 额 这个口感呢 是不同的 刚刚呢 这里就是来这里的必点菜 这个猪腰车好 因为火锅炸 这要这么多 还有一个超级物理大点猪腰 还有一个超级物理大点猪腰 了 这个超级物理大点猪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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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腩一块都特别劲道 刚刚问老板 老板说 这些牛腩都不在乎那么长时间载的 这些牛腩都非常地清新 非常地有嚼劲 这是鲁兜粽 好像是他们沙西这边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每次高谷节制 有用他们 就会每次吃这些小吃 老板特进了你们茶的食物 这一杯 而且特别简厉 在这里能吃到很传统的沙西点心 还有正宗的月婆类粉 感兴趣的快试试吧